听觉行走 文化崗路 听世界 两年之后 智瑶终于开始找茬了 他派人以国君的名义向另外三家征递 要的也不多 就要一百里封地 派去的人带来了智博的原话 说 我给你们帮了这么多忙 你们都看见了 来而不枉非君子也 离圣往来才是古代圣人推崇的吧 我最近手头比较紧 所以你们每一家都拿点地出来赞助我 好不好啊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这事跟国君没什么关系 晋国国君现在已经成那样了 要地干什么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啊 不过推一万步来说 不管晋国国君再怎么这儿 那总算是精神上的领袖吧 智瑶狠就狠在这儿了 名义上 土地是国家的 国家呢 是国君的 你们都不过是给地主干活的长工 你们几个占着土地还不还呢 怎么着 如果真是国君要地 另外三家可能也不当回事 关键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背后根本就是智瑶在要地 不知道当时有没有邪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词语 如果有的话 那就可以用了 那三家相比于当时的智家还是比较弱势的 其中韩康子最窝囊 韩康子就是韩氏的掌门人 是当初的司马韩爵的三世孙 他的实力排在四亲之末 就赶紧和自己的家臣商量啊 不拿出来吧 怕智博找了借口正好来打 拿出来吧 白吃亏呀 他的家臣就说了 主公啊 吃亏不要紧 只要煮一针 亏了我一个 那还有后来人呢 等他智博吃惯了便宜 长田都上了瘾 他就会向别人也伸手要 别人不买他的账 到时候打起来 咱们就瞧好吧 爷 这主意好像不错耶 行吧 韩康子就认了呗 就当花钱买戏票 于是韩康子拿出文书 画一个封印 万户人口 再盖上章就给智博送过去了 智博也不客气啊 伸手接了 心想算你小子还不傻 随后就把黑手往魏环子面前一伸 快 该你了 魏环子就是魏氏的掌门人 就是当初跟崇尔长征过的九代长老 魏超的六世孙 魏环子很想拒绝 但是他的家臣害怕了 却说 人家韩家都给了 咱要是不给 那还不是等着挨打给韩家看戏吗 咱也给得了 周叔说了 将欲败之 必孤辅之 将欲取之 必孤欲之嘛 于是魏环子也老老实实听了话 盖了个戳 交出了一万户人口 智博看了看清单 嗯 基本满意了 现在就差赵无序了 不知道这小子啊 是不是硬骨头呢 让生命的空间延伸 听世界 赵无序是个守词主义者 这固然是因为他是姨娘生的 从小比较自卑 养成了阴柔的性格 同时赵家人的性情 从当年的赵崔 赵顿 赵硕 赵武 一脉下来 都比较的文质 心词面软的 有点类似于大宋朝的 言武修文的赵姓皇帝 这种家族的性格 刚刚好 和赵家的粗鲁 相应成去 不过 赵无序外面虽柔 内里却刚 他并不打算俯首贴耳 而是毅然的拒绝了 智博的使者 说 不给 土地是仙人的产业 哪能随意送人呢 把智博的使者打发走了 赵无序赶紧把自己的家臣 张梦潭叫来了 张梦潭的张 是龚长张 是中国有史记载以来 第二个姓张的 对上一个 是晋国的张老 见了他 赵无序就问了 如果 智博一兵来打我的话 怎么办 以咱们赵家的力量 和他对抗 众寡悬殊 孤目难持啊 张梦潭就说了 静阳是董安瑜修建的 城池坚固 苍领充实 后来 隐夺治理那里 宽序有恩 政教清明 不把老百姓当产检来抽丝 而是实行人证减税 所以 人们愿意笑死 赵无序一听 恍然大悟 对呀 我爹在的时候 那也吩咐过我 如果出现三长两短 紧急状况 不管离多远 一定要跑到静阳去 那是我爹在边境上 新修的一座尖城啊 其实 在这个时候 其他的家臣 也曾经劝过赵无序 有不同的选择 跑不同的地方 比如 退守长子城 理由呢 就是长子城 防守坚固 但赵无序拒绝了 因为 那是强迫民力修建的 怕当地的人民 不会禁地守城 那么 也有人建议 到邯郸去 因为 那里 粮食充足 赵无序也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 那粮食 是搜刮来的 人民 不一定 玩命杀敌的 所以 张梦潭所提议的 静阳城 就成了最后的选择了 静阳 在如今的 太原西南郊 左山 右河 东有横山 太行山之险 西有焚河 黄河之故 由于他属于 山西的中部 远离当时 晋国人活动区 也就是山西的南部 如果敌人来讨伐 将后续不济 这是一个 很好的 拥兵自重的地方 五十年以前 那一场战争 游在眼前 范家中行家 率兵围困静阳 赵家凭借 兼固的城坊 保住了家族的根基 进而 胜利反攻 在赵无序的眼里 静阳城 不仅是一座 兼固的城池 更是赵家的福地 不知道 赵无序会不会明白 福从何来 为何而来呢 凭什么 静阳城 就是赵氏的福地 为什么 长子和邯郸 不是呢 其实这一切 不需要讨论太多 决定战争胜负的元素 有很多 但是赵无序 实际上 已经总结出两条了 第一 坚固的城防 第二 充足的粮草 但是这就够了吗 在后世的几千年的战争当中 我们不难提炼出 两个最精华的字 那就是民心 民心才是战争取胜的关键 而当赵无序决定退守 静阳城的时候 这里的人民 已经度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 安稳生活 现在 接受考验的时候到了 而谁也不会预料到 这是静阳城建成以来 最惨烈的一次考验 静阳城建成以来